在節目開始以前 別忘記訂閱按讚樂手槽頻道 並且分享給自己的朋友哦 需要字幕的話也可以點開CC字幕 也歡迎選購樂手槽琴彈及搖滾後背包 用實際行動來支持樂手槽哦 以其自由奔放的Fusion演奏形式 成為近年高人氣的樂手 在第一把Ibanis代言AZ系列吉他TQME後 近日也推出了AZs簽名琴TQMSE CTB 類Telecaster的造型 琴聲採用Ald Body與Maple Top 琴琴使用AZ獨家技術的Rosted Maple Neck與Rosewood紙板 上段實音器搭載SIMO DUNCAN MAGIC TOP MINI小雙實音器 下段則是SIMO DUNCAN EL NICO 2 PRO CUSTOM單線圈實音器 配合Auter Switch切換功能 可切換單單與雙單等多樣的音色組合 對演奏類吉他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看看 Gibson推出Pantera Bass手Rest Brown 簽名Bass Rest Brown 是傳奇重金屬樂團Pantera Bass手 同時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音樂人 Gibson近日正式宣布為Rest Brown推出簽名Bass Funderbird的傳統造型 Mahagny琴聲與琴錦 配合兩顆可切換主被動的Rest Broker Funderbird 十音器 另外呢在Pantera樂團也正式宣布在 卻散二十年之後正式的復出巡迴 而已經試試的吉他手 Dambag Daryl 與鼓手Linning Paul 兄弟的位置呢 則由好友Zuck Weld 與Answorth 鼓手Charlie Blanate擔任 新的演奏組合會有什麼樣的火花呢 讓我們一起期待一下吧 SIMO DUNCAN推出副科Peter Green PAF 十音器 Metallica吉他手Kirk Hammett 由一把Gibson Les Paul 收藏 是許多人心目中的聖杯 前任主人呢是大名鼎鼎的Garry Moore 更早呢則要回推到Fleetwood Mac 串團的吉他手Peter Green 因此呢這把琴也被映稱為Greeny 套裝團的PAF 十音器 產生的善未抵銷反而獨具特色 SIMO DUNCAN推出新的Green Magic 企圖復刻這樣的經典在吉他上 上下段呢都可以得到非常經典的PAF 音色 但呢在中段時就可以聽到 尚未抵銷得到的類單線圈聲音 SIMO DUNCAN大局更新6顆熱燒效果器 這幾年人氣居高不下的效果器品牌 SIMO DUNCAN宣布推出其6顆代表作的改版 包含Reverse效果器Blue Sky Digital Delay效果器Dig Rotary效果器Lex 增加磁帶質感與跌路效果的DECO TAP Echolade的L-Capsiton 以及Tremel與Reverse一體的Fleet 整體來說呢改變了部分旋鈕的操作邏輯 更新了DSP晶片 並加入了JFET輸入線路與雙聲道 USB與MIDI功能的擴充等 讓這些不敗的沙場老將 更能夠幫助到現代樂手的操控與聲音的需求 至於這些原版聲音的音色 也可以點上方的資訊欄看我們做的100天100顆效果器哦 OnePlus推出Metaverse空間系綜合效果器 美國精品效果器其他品牌OnePlus宣布推出了一顆 集合11種老闆本人最愛空間效果的效果器Metaverse 包含傳統的Analone與Digital效果外 也內建多款自家的單顆空間系 另外如Lay、Memory Main、Insel的重新設計等 5顆控制旋鈕可以配合需求做出非常多樣的變化 雙聲道輸入、輸出以及完整的Present 儲存與MIDI控制功能 猶豫不決自己該用哪一種空間效果的朋友 不妨試試看哦 Kili與Andy Timmos合作推出 HELLO空間效果器 知名精品效果器品牌Kili與其他演奏家 Andy Timmos合作會迸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HELLO是一款Dior Echo效果器 在每個Present中都有AB兩個Channel可以切換或堆疊 擁有5種拍點與Tap Tempo功能 最高可以達到1500毫秒Delay Time 支援雙聲道與外接控制搭板功能 想像Andy Timmos般當時間管理大師嗎? 想像Andy Timmos當一個控制好空間效果的吉他手嗎? 試試看HELLO效果器吧 JRocket推出UNIVERB效果器 大家喜歡UNIVIPE嗎? 這種會讓你音色瞬間聽起來像 Jimmy Hendrix可切換Cross與Vibrato效果 是許多喜歡經典音色玩家享受的對象 也是眾多效果器品牌想復刻的音色 美國效果器品牌JRocket Audio Design推出UNIVERB效果器 在Cross與Vibrato效果之外 加入了復古15 Spring Tank Revert的效果強化 Modulation效果的存在感 另外也可以配合其他效果器 加入Effect Loop功能 追求UNIVIPE音色的終點出現了嗎?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慶祝30周年WayHuge推出第三代RedLama 1992年推出的RedLama是精品效果器品牌 WayHuge的第一顆產品 第三代RedLama採用近年品牌主流的小型設計 保持著RedLama過去充滿Harmonic的Overdrive效果 用現代的技術複刻出90年代的聲音觸感與音色 提供單純的音量與破音量兩顆控制 企圖重新打造Tweet音箱的效果 喜歡Tweet傳統破音的朋友不要錯過囉 Dark Glass推出新的B1K Bass Overdrive效果器 近年橫掃Bass手效果器品牌的Dark Glass 其攻擊性強烈的特殊音色是現代音色中非常受歡迎的效果 全新推出的MicroTubes D1K CMOS Bass Overdrive效果器 在與B3、B7等效果器同樣經典破音的音色下 提供音量與破音量堆疊式的旋鈕設計 使其空間大幅的縮小 而音色與亮度的控制則移到了效果器內部調整 並且提供了DIP開關控制 讓低頻跟中頻可以有不同的存在感和厚度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效果器盤太小的Bass手 現在機會來囉 Teenage Engineering推出新掌上型混音座 過去講到混音座總會有種笨重的感覺 近年雖然由於直播還有影音平台盛行 而逐漸出現很多小而多功能的混音座 但Teenage Engineering的新掌上型混音座TX6 絕對是讓人眼睛一亮的產品 只有一個手掌大小的TX6 可以當作混音座、錄音介面 以及電子音樂的合成器與Sequencer 支援六軌的雙聲道輸入 內建EQ、Compressor、Revert、Cross、Delay等八種聲音效果 合成器功能提供四種Wavefront及四種古音源 並且可以開啟DJ模式將推桿轉成CrossFed狀態 播放歌曲不間斷 當然也支援藍牙無線控制與USB等介面 外出時也可以搭配電池使用 無論是樂團人、DJ、音樂製作人 都可以隨時隨地使用 以上就是這個月的USHOW NEWS 大家有發現哪些新產品想讓大家知道的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吧! 我們進入今天的Wiley Song 這次要跟大家推薦的一首歌曲是 鄭寅農今年水逆專輯裡的第一首歌曲 《人如何學會語言》 這首歌呢是鄭寅農跟製作人春厚一起製作的 在音樂的使用上面呢 運用了大量的合成器做空間感的營造 而在歌曲概念上呢 則是取自作家吳明義老師的《苦語之地》第二篇 《人如何學會語言》 講述的是一個溝通的概念 我覺得無論是人或者是動物 其實都是藉由各種的力量在表達自我 而那些盡全力的表達背後 都是出自於想要被理解的渴望 有點像是很多音樂人不擅長表達 但是透過此曲述出他們深處的意念 感謝收看樂手潮的節目 如果你需要購買樂團周邊、生活小物 甚至買賣樂器的話 也可以點下面的資訊欄找到你需要的服務 當然不要忘記鎖定樂手潮網站 給你最新的音樂訊息與樂器新知